小年兽的好爸爸 快过年了 小年兽圆圆跟妈妈在厨房祭拜赵王爷 年兽妈妈把糖涂在赵王爷神像的嘴巴上 告诉圆圆说 请赵王爷舔舔嘴 他回天庭拜见玉皇大帝时 才会为我们说好话 年兽爸爸在院子里 一边砍柴一边叹气 圆圆问妈妈 爸爸为什么不开心呢 妈妈难过地说 爸爸想出去赚钱 为我们多买一点东西 可是一直找不到工作呢 大家都在准备过年 圆圆走进桃花村问 你们可以给我爸爸工作吗 村民问 你的爸爸是谁呀 我的爸爸是年兽 我年兽 大家吓得 大家吓得灰舞红纸红不说 走开 走开 圆圆圆又走到杏花村 圆圆又走到杏花村问 你们愿意给我爸爸工作吗 他很能干哦 村民问 你的爸爸是谁呀 我的爸爸是年兽 哇 年兽 大家敲锣打鼓 放爆竹说 走开 别过来 奇怪 大家好像很讨厌爸爸 圆圆回去问原因 爸爸才后悔地说 以前 爸爸是大坏蛋呢 我会在除夕夜 到处做坏事 玉皇大帝很生气 就招告大家这件事 还教他们赶走我的方法 爸爸告诉圆圆 现在 有了你和妈妈 这个美满的家 爸爸 不想再做坏事了 爸爸可以去跟玉皇大帝说 你改好了呀 爸爸摇摇头 玉皇大帝说 我是化妖怪 不准去天庭捡他 圆圆 圆想到了造王爷 他拿自己的糖果拜托 造王爷 请您吃了 帮爸爸去说好话吧 哈哈哈哈哈哈 造王爷 从红通通的造中冒出来 对圆圆说 好孩子 我一定实话实说 来 跟我走 造王爷 带他搭着祥云 飞上天庭 圆圆鼓起勇气 拜见玉皇大帝 我是小年兽 我是小年兽 我的爸爸已经变好了 请您原谅他吧 玉皇大帝 威严地问 造王 是真的吗 造王爷 恭敬地回答 是的 造王爷 把他在年兽家里 看到的情形 一五一十地报告 玉皇大帝 年兽结婚以后 就不再害人了 他为自己的家 盖房子 种菜 砍柴去换东西 还帮忙太太做家事 为小年兽讲故事 哈哈哈哈 玉皇大帝听了 高兴地抱起圆圆 看着他说 年兽真是好爸爸 养出这么可爱的小孩 我会昭告大家 年兽已经改锅向善了 圆圆感激地说 谢谢玉皇大帝 年兽爸爸很快找到了新工作 他磨圆头上的脚 剪短手上的爪子 修整齐身上的毛 还刷了牙 嗯 这样就不会吓到人了 哇 爸爸好帅啊 圆圆和妈妈快乐地送他出门 有了年兽爸爸当守卫 村民都能安心地吃年夜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